接三年了 就吃了嗎? 以前你會吃了嗎? 對,那六十年 我只吃了比較不好 這也不太好 這幾年之後再油漆漏了 沒什麼 為了改善國姓鄉、國姓村、大祈村等地農路的現況 先議員許阿甘 日前與水保局 以及立法院中部辦公室等單位 到現場共同會堪 希望在會堪後 水保局能夠緊述來改善道路 讓農民出入及產業運輸能夠平安 當地農民表示 多年來經過風災等因素 道路受損嚴重 有些路段也是農民自己出錢維修 希望水保局能夠緊述來改善 這就是空二十多年 人家住在這裡出入很不方便 這個頂部有差很多 看能不能 水保來我們空空 這還很久 空二十三年 這有更好自己空過 先議員許阿甘表示 經國姓鄉公所反應後 邀請到立法院中部辦公室 以及水保局來到現場會堪 現堪後發現確實急需要來改善 也感謝水保局雲諾緊述辦理 讓農民出入能夠安心 透過我們的侯國號的辦公室 還有中辦蔡北會委員的辦公室 連絡到第三分教 南大學的支教 今天來看 來看就是有四間 就是南北圈的三頁道路 還有我們現在看這個 永福路支線的產業道路 另外還有兩間 就是我們七人到十人的 這個道路改善工程 都有四間 看不看之後 我們覺得很需要改善 一定要做 所以我們第三分教 也答應說我們 將近就趕緊要改善 副議長潘一拳 肯定水保局的用心 也期望能夠緊述來施作 幫助當地農民產業運輸 能夠更平安 記者陳偉一國信箱采訪報導